大家好 今天是6月18日,星期五 市承接昨天的单日转向势头 今天是进一步做好 而且技术上初步呈现一个回稳的势头 稍后再做分析,先看看指数 早市指数先轻轻高开28,586 曾经略为整固而低见28,532点 但主要的成份股也有些维稳的部署出来 结果指数很快速升到28,830点才止步 即是这一分钟技术上升了272点 其后买卖双方均衡 而大部分指数的时间都拉距在28,700点 还记得上来说,今天高位一度见过28,830点 即是这一刻,恒志率先回到10天线 以及在50天线流上 即是初步呈现一个好像想回稳的势头 因为当指数能够在10天线 大概在28,717点左右 以及在50天线大概在28,733点左右 技术上、形态上 最低谈告诉我们 大市暂时第一 已经升到了昨天的低位28,286点 第二 形态上也告诉我们 市已经转型了 到下星期一 整个市会报入6月份的下旬 再过多星期回来 期指已经需要转仓 接着就结算了 即是说到6月的下旬 一中好仓的大户 可能会作弱光的反击 这个情况在4月份我们见过 在5月份我们见过 到6月份可能同样会出现 加上6月份也是半年结 不排除一些机构性投资者 去接近下旬之后 是慢慢慢慢有些回稳的部署 因为在半年结当日 其实基金的组合 如果能够稍微量力一点 起码交到成绩表出来 会比较好看 所以6月份 虽然暂时都是先高后低的形态 但当指数能够回到10 和50天线流上站稳 我觉得大市是有机会想试一试 当然之 我要说清楚 以现在市的成交金额计 暂时大家应该不要有太大的冲击 换句话来说 跌的时间未必会跌得太多 因为沽默真的不是重 但反过来 要向上抽升 也不要抱着太大的憧憬 因为事实上 高桌上是有个小箱顶 第一个顶是4月29日的高位 29,405点 第二个顶是今月2日的高位 29,490点 简单说 就算能够突破这个箱顶 你成交金额还是145亿 老实说 都是有波浮 没有升幅 有反弹 不过没有大升 面对这样的市况 投资者多数都抱着观望态度 瑞通有三个衍生工具 给大家参考 第一个是恒指的营购症 18402 行使价28940点 简单说 以现在的指数来说 其实是有少少少上网的空间 大家不妨稍作关注 第二个就是快手的牛症 快手的股价表现是一路强差人意 不过来到现在的价 如果有机会在月底前稍微后抽 不妨留意66125 行使价是162元 剩下来不妨要看看安达 好厉害 已经创了一年的高位 会不会高台有些反复 大家要关注 提供一只安达的红子给大家参考 编号是66124 行使价是188元 但我要讲清楚 相关的衍生工具 只是给大家参考 如果大家想了解多些 卡入瑞通网址 看清楚 才能作出任何部署 好了 中共分析就讲到这里 是什么 最后的编号 是5分钟 是7分钟 在太阳 在太阳 取得什么 在太阳